嗨大家 請教我 跑鞋大亨 沒有啦 我坐上這三雙 應該已經可以說是 包色全系列全包了 今天就要來跟大家推薦 大概在 4000多塊這個價位的 中高階鞋款 可以怎麼樣挑選 所以我們就 有沒有看到我面前 超級多雙了 但是最高階的這一款 Adios Pro 2 已經開箱過了 還沒看過影片 可以點這邊 所以今天這雙不是我們的主角 我們先把它 收下來 OK 那我們今天的主角呢 就是Boston 10 還有 Adios第六代 這兩雙跑鞋 那這兩雙的價位呢 在Adios 6上面 是4290元 那在Boston 10上面 是4690元 這一集呢 就要來跟大家開箱一下 在這兩雙上面 鞋款的差別 接下來呢 我們也會到戶外 實際去跑過田徑場 還有上坡下坡的博物路 實際體驗之後 再跟大家分享他的 實際心得吧 接下來我們就先來跟大家 在室內開箱一下 這兩雙鞋款 在設計上 有哪些不一樣的地方吧 OK那我們首先來開箱一下 這雙Adios 6 那Adios這個系列呢 我前面幾代 應該有穿過Adios 5 那在這代跟前幾代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是他的中底有蠻大的改變 在之前的中底呢 都是使用這一層 比較白的這一層 叫Lightstrap的 這個中底材質 那搭配上 Boost的這個中底 他是兩層疊合 但現在這一代呢 改成是Lightstrap Port的這個中底 加上Lightstrap 所以他的 中底的材質上 算是有一大進步 可以看到鞋底的部分呢 他一樣是加入了這個 馬牌輪胎的外底 那在足弓的這個位置呢 他這次也搭載了這個 Torsion的穩定片 所以應該是在穩定的效果 會有更好的提升 接下來我們實際去外面跑了之後呢 再來跟大家分享 實際的這個感受 那可以看到他的 斜面的位置啊 他這次還是有做一點點的 就是 竹跟的高低差 他的前掌位置的竹跟差呢 是19公里 然後他的後跟的位置是27 所以他的前後竹跟差 大概來到了0.8公分 所以我覺得算是 也有一點推進效果的這個感覺 那這一代的 Adeos 6呢 他的單腳的斜重 大概是231公克 接下來這一雙呢 也就是今年的 Boston 10 第10代 Boston這個系列呢 應該從出到現在算是一個 蠻熱賣的這個 產線 那 這一代可以跟上一代說是 非常大的改變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可以看這支影片 就是我們上一次介紹的台北馬限定款 他就是Boston 9的這個系列 在那一代跟這一代的差別 最大的地方就是 可以看到這個中底 這次變得是 比較厚底的這個系列的鞋款 那以往的Boston系列 其實都是比較薄底的 所以 其實我蠻期待這雙穿起來的感覺 接下來我們就來跟大家介紹 這一代的Boston 10 有什麼進化的地方吧 那他的鞋面呢 一樣是搭載了這個 複合色的面料 不管是支撐啊 或是透氣性 其實都是搭載了非常好的效果 那可以看到他的中底的位置 跟上一代最大的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這一代變得超級厚 那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上一代的中底呢 他一樣是這個Light Thread系列 搭配不適合的這個中底 但這一次呢 他完全是大改款 直接是加入Light Thread Pro 就是這個 比較像是米白色的這個中底 加上Light Thread 所以兩層這樣交叉 疊合之後 蠻期待他實際穿起來的腳感 我們可以看到鞋底的部分呢 他一樣是搭載了這個 馬牌輪胎的外底之外 我覺得在鞋底的部分 是有很大很大的改進 在上一代Botson 9當中 其實在鞋底部分 是沒有加入太多的支撐墊片 那這一次的Botson 10呢 他直接下放了 上一代 Adeos Pro才有的這個 Energy Ross 5根的碳纖維這個腳趾的部分 所以其實你在腳底的這個 推進效果 我相信是進步非常多的 那這次在後足根的位置 他也加入了這個碳纖維片 所以其實 你在著地的這個瞬間 這個支撐效果一定是跟上一代 是非常有顯著的差別 那這次的這個單腳斜重呢 來到了239公克 距離他最頂級的這個 Adeos Pro 2系列 大概有30公克左右的差距 那除了這個 功課上的差別 跟布面的這個面料上差別 其他的功能 感覺上都是非常令人期待 因為他從Adeos Pro系列 直接下放到Botson 10 也有這樣的功能 我覺得是非常期待的 算是 定位上來講 CP值應該是滿雙一雙鞋款 接下來我們就來到戶外實測一下 到底這雙搭載了這麼多 上一代最頂級鞋款才有的科技 在這個中階鞋款裡面 實際跑起來的感受如何吧 好我們接下來要來實測一下 這雙Adeos 6 到底他實際跑起來如何 那我們就出發吧 好我們已經完成第一雙Adeos 6的試跑了 接下來我們來試試第二雙 好我們已經跑完這個Botson 10的田徑場試跑 接下來我們到博尤路去 Go Go 好我們已經實際測試完了上坡下坡還有田徑場的路線 接下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雙鞋 我覺得實際穿起來的感受吧 首先我們來講一下第一雙試穿的這個Adeos 6 那這雙Adeos 6呢 實際穿起來的腳桿呢我覺得比較像是上一代的Botson 9 就是他腳桿的反饋比較直接一點 講簡單一點 就是他鞋底穿起來感覺比較硬派一點 就是你會覺得 踩下去的力量都會實際傳遞到地上 然後反饋給你往前進的這個推進效果 所以我覺得這雙鞋的腳桿呢 他是比較 輕薄然後穿起來的感受是比較 踩下去比較直接反饋有感覺的 那 適合的路線呢我覺得比較適合在跑比較速度一點的客表 像是間歇訓練 或是像是你想要一些充斥型的客表 我覺得Adeos 6是一雙蠻適合 這樣的訓練模式的一雙鞋款 所以 如果你的目標是3K 5K 可以選擇像是Adeos 6這雙鞋款 接下來第二雙是Botson 10 那這雙鞋款呢我覺得穿起來實際的感受 他跟上一雙我們評測的這個 Adeos Pro 2 實際的腳桿我覺得 還是有一些差距 雖然他鞋底裡面一樣搭載了碳纖維的竹根 還有前面的Energy Rod 但是他實際穿起來的感受 他只有一層的這個 Light Thread Pro的這個中底材質 所以他沒有像是Pro 2這麼的Q彈 但他的緩震效果呢 我覺得還是蠻顯著的 就是你在 上坡下坡 踩下去的這個薩納那間 你都會覺得他的 緩震效果是非常有感 那他在 田徑場的模式下跑起來 我覺得一樣跟Pro 2會有一點 太軟的感覺 所以 如果是田徑場訓練的話 我會推薦Adeos 6 但如果你是要跑 平常的 柏油路 不管是上坡或下坡 我比較推薦的是這雙Botson 10 他可以升任比較 多種的這種 公路的地形 那就適合平常大家在練跑當中可以來做使用 所以如果你接下來目標 要跑半馬 要跑全馬 要找一雙訓練的鞋的話 我覺得Botson 10是一雙蠻好的選擇 好啦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幫大家實測這兩雙 Adeos 6跟Botson 10的鞋果啦 希望這支影片大家會喜歡 我是你叫Andre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Knive 10的a 我們下支影片見 Botish 截 我們下支影片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